大家好 我是你们老朋友喵哥 由于这个交通路口 是我们发生事故的一个高发区域 所以经常有朋友在路口 如果发生碰撞的话 自己分不清责任 所以今天喵哥先给大家讲一下 假如我们在路口发生交通事故 如何快速的去判定责任 由于这种十字路口 车连交汇车连比较多 即使是有红绿灯控制的路口 也会出现同时几个方向来车 比如说在大多数路口的右转 它是不学抗路灯的 这个时候就极有可能在右转 跟直行的车子出现货迹在一起 出现碰撞 所以我们在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 一定要把控好优先级原则 首先在这样的路口 我们的优先级分为 直行第一左转第二 右转第三掉头最差 也就是这个四个优先级 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 你可以按照这个四个优先级进行判定 在大家都没有违反交通信号控制的情况下 你右转了车子 你也是转了执行的车子 这不用说你至少是个主折 而且有可能是全轴 你要是左转了车子 你转了执行的车子 不用说一样的 你也至少是主折或者是全轴 那么交通规则里面 为什么这么去制定这个规则呢 我们理解了这个规则 其实就能够更好的去理解这个责任的判定 由于在交通规则制定的时候 我们在这样的交通四周路口 基本上都要遵循这个车脸不羁压 就是车脸能够快速通行的原则 所以说执行的车脸它的速度是最快的 因为它不需要转弯直接就过去了 所以它的优先级最高 左转弯它需要看红绿灯 而左转弯的机会比右转弯的机会少太多了 因为右转弯大多数地方是不需要看红绿灯的 而且左转弯转大弯右转弯转小弯 所以左转弯它的通行优先级是要高于右转弯的 最后掉头它的最麻烦的 它需要跨越车道 它需要占用更多的交通时间 所以它的优先级别是最低的 只有在大家的通行完之后才会给你掉头的机会 所以说掉头它的优先级别最低 如果大家还记不住这个优先级的话 喵哥给大家总结一句话 在这样的路口 直行是野 左转是爹 右转是儿子 掉头是孙子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路口 我们要充分秉承着尊老的原则 你让你的爷先走 作为小辈 你要让你的长辈先走 你要不小心撞到长辈了 你是要赔你道歉 你是要负责 你是要当责任的 而长辈呢 他是无责的 因为他是长辈嘛 这么说大家好理解了吧 但是最后他也有另外的情况 比如说你是掉头 但是已经完成掉头了 而直行的车子冲过来之后 把你屁股滚转了 也就是说爷爷把孙子的屁股给怼坏了 这个时候孙子无责 爷爷全责 因为那个性质就变了 那就变成追尾了 变成了爷爷没有注意控制速度 导致孙子受伤了 所以说这把孙子赢 大家只要记住了这个优先级 在这路口发生刮刹事故 按照这个优先级 你自己一想 你就知道你自己该不该当责了 好了 如果大家觉得喵哥讲的对你有帮助 讲的还实在 讲的还生动活泼 给喵哥点个赞 是不是有必要吧 有必要那就点吧 好了 谢谢大家